最后的支柱 玉米跪在地上,给它们穿上裤子 玉袖和玉叶的裆布全是血 外加许多粘稠的叶枝 它们的裤子上洋溢着一股陌生而又古怪的气味 玉米用稻草帮它们擦干净 拉紧它们的手,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玉米拽着自己的两个妹妹 在黑色的夜里往回走 马灯还放在原来的地方 漆黑的夜色中巨大的草垛 被马灯照出了一轮金色的光轮 一阵夜风吹了过来 吹乱了玉米的头发,几乎盖在了脸上 玉袖和玉叶都哆嗦了一下 它们在夜风的吹拂下,像两个摇摆的稻草人 玉米突然立竹,蹲在玉袖的面前 一把揪紧了玉袖的双肩 玉米问 告诉我,谁 玉米搬着玉袖的尖头,拼命摇晃 大声问,是谁 玉米摇晃玉袖的时候 自己的头发却汹涌澎湃 玉米吼道,谁 玉叶接过了问话 玉叶说,不知道,好多 玉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彭国梁远在千里之外 然而村子里的事显然没有瞒得过彭国梁 彭国梁来信了 他的来信只有一句话 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 虽然远隔千里 玉米还是感受到了彭国梁失控的体气 空气在晃动 玉米差不多被这句话击倒了 全身透凉,没有了力气 玉米无端地恐惧了 玉米看到了一只手 这只手绕过了玉袖还有玉叶 慢慢伸向他玉米了 阳光普照 但那只手却伸手不见五指 玉米知道了 村子里的人不仅替玉米看彭国梁的信 还在替玉米给彭国梁写信 玉米怎么回答彭国梁呢? 这样的问题玉米如何说得出口呢? 玉米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人都想呆了 彭国梁现在是玉米和玉米家最后的一根支柱 他这架飞机要是飞远了 玉米的天空真是塌下来了 玉米把四十克信件摊在桌面上 团了好几张又撕了好几张 玉米发现这一刻自己只是一张纸飘飞在空中 无论风把它抛到哪儿 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是被撕毁 就是被踩满了脚印 哪一只脚能放过地上的一张纸呢? 脚的好奇心决定了纸的命运 夜深人静了 玉米把红管英雄牌一斤笔捏在手上 他其实并不想写信 只是以这种空洞的方式和彭国梁说说话 玉米憋了很久 却发现信件上已经写着一行话了 这句话把玉米自己都吓了一跳 玉米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 特别的大胆 特别的放纵 信件上写道 《国梁哥,我的心上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 玉米只觉得自己的脸皮也已经厚了 这样的话也有胆子说了 玉米想了想,撞起胆子 又写下了一行 《国梁哥,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 写到第二遍 玉米的胸脑拼命的向外鼓了 他望着灯心,拿灯心当彭国梁 好让彭国梁亮亮的暖暖的在他的面前立正 玉米又写了一行 《国梁哥,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 玉米说不出别的什么来了 前前后后就是这一句 这是玉米心中藏得最深的一句 需要加倍的吃力才敢说得出 玉米从来没敢说过 玉米终于把它说出来了 别的还有什么呢? 就是从头再说 玉米还是这一句 只有这一句,就是这一句 玉米一口气写了五页纸 因为信间只有最后的五页了 五页纸上写的全是同样的一句话 第二天的上午 玉米把这五页纸横着竖着又看了几遍 看到最后,玉米自己都不敢再看了 一页一页的累 玉米告诉自己 要是心底的话 把国粮哥还是听不见 那只能是山太高 水太长 说什么也是白说了 玉米把信寄了出去 信件寄出去之后 玉米还想找点什么事情做做 但是没有找到 那就坐下来歇歇吧 玉米坐在那儿 后来睡着 后来睡着了 玉米睡着了 坐在那儿 等信的那几天 玉米把王红兵交给了玉碎 他要亲自到桥头慢慢的等候 他现在对彭国粮的回信没有一点把握 要是彭国粮不要他了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封信丢到别人的手上 玉米丢不起那个人 谁要是有胆子把玉米的这封信拆开来 玉米会让他吃刀子 玉米守在桥头等 没有等到彭国粮的来信 却等来了一个包裹 那是玉米的相片 还有玉米写给彭国粮的所有信件 全是玉米的笔记 很难看 玉米望着自己的相片 自己的笔记 不知道怎么弄的 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难过 却特别的难为情 不知道怎么弄的 特别的难为情 太难为情了 就想一头撞死 好 好 好